台东有一名吕姓男子26号的晚间 酒后骑车上路 不巧是遇到了巡逻的远警 警方看到他没有戴口罩 原本是要进行拦检劝导 没想到吕姓男子心虚 汽车逃跑 远警是上前追捕 不过经过酒册之后酒册直为零 但是男子因为无照驾驶 拦查不停 以及跨越双黄线 还是吃上了三张罚单 警方鸣敌一路紧追前方机车骑士 不料骑士在横跃双黄线回转时 重心不稳摔车 但仍不死心打算汽车逃跑 警方见状随即上前将人压制 才结束了这场追逐战 巡逻经过中华路三段时 发现旅行机车驾驶未戴口罩 远警区前拦查劝导 该名驾驶却马上加速驶离来规避蓝查 原来事出其因是这名42岁的旅性机车骑士 26号晚间喝完一瓶保力达后 骑车上路 行进中华路三段时 不巧遇到巡逻远警 警方见他未戴口罩 本来想蓝查劝导 没想到心虚的旅性骑士拒检逃逸 与警方在路上展开一番追逐 但路网的旅性骑士 酒侧值为零 反而胜无照驾驶 蓝查不停 一击跨越双黄线三项违规案 遭警方依法告发 吃上罚单 警方也再次呼吁民众 酒后不开车 无照不驾驶 以维护行车安全 至于社大会台东市报道